哈囉各位 我們今天的話要來開箱我們的完結的經驗套組 第二彈 然後呢一樣是新規內容 CAMEN RIDAR VICE 的一個專用腰帶啊 這個話就是VICE在變成成為CAMEN RIDAR 李VICE時跑出來的一個腰帶啊 嗯讚讚讚讚讚 其實早就有預料到這裡已經會發售啊 因為畢竟官方那個時候的終極目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應該是想要把它塑造成第二個淘汰弱絲啊 但是只可惜事與願違好不好 可是總管講我覺得這個還是必收的啊 不得不說 背面部分的話基本上就是完結經驗組的一個封面啊 啊這個的話我們明天再看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新規內容吧 其實還蠻大一個的耶 不得不說 而且質感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一個腰帶兩個側掛一個背扣一個印章這樣子 因為有於背扣跟側掛的部分啊 基本上都是屬於通用的啊 跟我們之前前集介紹是差不多的 有啦色澤上感覺淡一些些啦 但是還是比較趨近於黑色 然後呢腰帶部分也是共通的好不好 這個算是晉級最愛用的通用腰帶啊 腰帶說明怎麼安裝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一下完全新規的一個內容啊 VICE的一個腰帶好不好 他基本上絕大多數是採用塑膠成形色啊 但是有一手一 萬代真的是業界內最不正常的一家公司啊 他的塑膠成形色真的是屌打好幾家好不好 基本上他這個塑膠成形色你會發現 長得超用塗裝 而且還有帶一點亮粉的感覺啊 非常非常漂亮好不好 基本上真的是不用二度塗裝啊 我覺得完全沒話講 中間這一邊的話就是腰帶一個本身 我要先說 因為有見於這一代的VICE 其實他有一個隱藏的要素就是類似那種 布偶裝的一個設計啊 他們每一隻不管是VICE還是VICE 都其實做的蠻像玩偶的 所以呢他這邊的話有一個縫線這樣子 這個的話就是融合那種縫線的一個設計的腰帶 我覺得這算是他還不錯的一個隱藏特色啊 雖然這個特色感覺好像沒什麼在活用到就是了 中間黑色部分的話一樣是帶有那種珠光氣的感覺 但是這一樣是塑膠成形色很厲害 變成這邊也是 這邊的話就跟剛才那邊粉色是一樣的 所以呢他這整個塑膠成形色我覺得是 不用做到額外塗裝就非常好看了 然後背後部分的話 唉唷 有沒有可以裝電池 所以到時候他是有音效的 然後呢跟大家說明一下他的腰帶的填裝部分啊 基本上就是分成LR 看這邊是寫L還是R就是穿對應的左右側 然後呢這邊的話注意電池蓋 電池蓋在下面 左穿左 右邊的話是從外面穿進來 然後最後就是兩個壓在一起 就完成了 安裝側掛的部分 這個當然一定要裝的 兩個側掛 把它填裝完畢 最後就是安裝背扣 先把它套進去 最外側 把它壓好 扣上去 FICE的腰帶就安裝完畢了 其實整體人裝完之後還不錯看啊 還不錯還不錯 黑漆漆的腰帶 然後變成帶兩個粉色的細節這樣子 來各位 這樣子我們就變成完畢了 變成我們的CAMELAIDER VICE 不得不說 我覺得這個不裝的車的話 看起來確實有點奇怪 老實講 我們還是稍微把它裝了一兩個 可能看起來比較正常一點 不然他這什麼都沒有裝 看起來真的太狂狂 然後呢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他一共有兩個模式 一個的話就是 單純的VICE語音 另一個系統 等一下我們說明好不好 這個系統 應該算是首次主打啦 在非CSM的情況下 因為正常來說 雖然大家都知道可以這樣玩 可是 官方有說就是沒有這樣寫 然後他的按鍵部分就算是在這裡 按著就可以發生語音了 我們現在就來稍微聽一下吧 畢竟這就是他主打的內容 其實今晚你都會發現一點 VICE的台詞很多都是有關於 就是那種打破第四道牆 就像劇場版本 會通常跟觀眾講一下話這樣子 這個真超級經典 就像就是故意講說 把這個標題感覺是CAMELAIDERVICE 我和這間店舖一起搭配 我和這間店舖還有 我和這間店舖 無論如何這間店舖 我和這間店舖 我和這個人都會看到 慢慢把這50集看完 其實發現VICE本身就是一個小孩 話講得很可怕 其實了解他都會覺得這些話 滿好笑的 それでは行きやしよ 3、2、1 3、2、1 哇!這個有收耶!很不錯很不錯 他說的部分基本上都是比較偏玩樂性質 這本話就比較少那種劇情部分 這個話就是他們在講那個必殺技的3、2、1 這個收真的很讚 有了!倒下了! Yeah! ここからは俺っち on stage Easy!余裕のヨッチャンですね! やるぞ! Yahoo! ハッシュタイグ!ナイスボーイス! またつまらないと言えばつまらない物を切ってしまったな 殺菌! ブッシャー! ギフルが何歩のもっちゃ 人間が大好きな悪魔もここにいるぜ なあ影ちゃん お勤めご苦労さんです! はっはっはっは! サイリー! もう!しょうがないなぁ! ねぇ君達ポイスちゃったよ! はは!どうも! 皆、一気の事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這段話就很明顯是在收錄最後一集的劇情 みんな笑ってくれよ! 寂しい時や悲しい時は とびっきりの笑顔で笑うんだぜ! 呵呵呵! 雖然他是笑的講 但他其實是很難過的 畢竟是最後一集的內容 總的概念還是要收寫 第一個模式除了最後幾句的部分 我覺得它比較偏向 收的像是你的夥伴的感覺 這一台都是精挑細捲 就是感覺好像是真的在給你對話的一個台詞啊 這個話是第一個模式 就是VICE的獨白 然後第二個模式的話 你會發現為什麼要一直按這兩個對不對 對話模式 它就是要叫你一句一句一句搭著玩啊 所以呢 這個算是他們官方首次主打這種玩法 因為呢 過往那些玩劫經驗包 我們都是知道它的對話是可以對的起來的 我們也有示範過 但是官方其實比較少 弄一個說明書跟你講說 欸 哪邊台詞要對哪邊 哪邊台詞要對哪邊 這個真的很少 但是這一次的話 在這種DX產品有搭表 真的是非常非常優秀 雖然沒辦法做到就是直接語音連動啊 就是你可以按一下這邊講話 沒辦法 好不好 真的不可能 至少官方這邊是有全部說明清楚啊 我覺得這個很棒 這也算是它第二個系統 然後呢 我們現在開始來進行試玩哦 它的玩法很簡單 就是它會有分成A1 A2 A3 A4 你只要照著1234那順序按 灰格子的都是一灰的 然後呢 白格子都是VICE的 這樣注意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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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啊 是男子奧克被打死的那一段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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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戰鬥結束想要吃掉他的家人啊 這時候就難道凝死不變身啊 如果再加上去 男主真的被打死 VICE要死掉 所以VICE就直接這樣講了 約束書 今ここでちかえ VICEは一機の言うことを守ります よし 契約完了だ ワイテッドゼ レックス 這個就是我說 為什麼要買完結經驗版的原因啊 明天會講 這個話是第一段劇情 就是他們首次真正簽訂契約的時候啊 雖然前幾次有變身 但是那個時候都是屬於沒有簽訂契約 然後呢 這時候呢 這個聲音掉的時候就是進入到下一段劇情了 嘿嘿嘿嘿 最強コンビの到着 行けるか アイボー 当たりまえよ え 待って 今アイボーって行った? 蛤? ウハハハハハ 因為有些他們算簽訂契約 還是沒有成為真正的夥伴 這種話就是漸漸開始建立起 就是對等的一個關係 溫てきたぜ ヘシン 男子好跟VICE最經典的句話 沸騰起來啦 ヘシ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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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它是出自於某一段劇情 但是呢 你直接拿出來用也不會有任何文有感 他們在收這個台詞的時候有這種跡象啊 我自己覺得 就讓它比較自由化一點 ヘシ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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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打架,但其實說實在也是在玩 用過往兩個人的形態,然後這樣進行對戰 就像打得酣暢淋漓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我們VICE就消失了,難得要回復所有的記憶 可能有關於VICE的記憶都消失了 可是呢,就算這樣好了,VICE永遠在他身體裡面 並不能說是變相死掉,而是自己回歸了自己這樣子 所以這個算是我們最後一段劇情,好嗎? 基本上E跟F的劇情主要都在講這個點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必須齁 這也算是我個人覺得這個最最最棒的一個地方 大大加重這個意義,賦予VICE的靈魂跟我們VICE的靈魂這樣子 當初想說就一定會發售啊,沒想到真的發售好不好? 算是我個人非常非常期待一條腰帶啊 除了第一個模式,打破第四道牆類似這種模式之外呢 他還搭載對話技能,我覺得這個是一定要搭的好不好? 因為畢竟男主要最後一集,就是他取回自己的記憶 取了帶之後就是失去了卡片戴亞的能力 所以他們這個對話模式,我覺得是百分之五百一定要收到 不收的話,那我真的覺得這個腰帶是失去靈魂的好不好? 所以總管講,我覺得還不錯還不錯,幫大家複習一下某些劇情啊 雖然VICE可能並不是這麼優秀的作品,因為畢竟他的劇情有點鬼打牆 但是呢,有一所以啊,我覺得他在角色刻畫上還算是OK啦,還算是OK 至少有讓我們看到VICE跟VICE的一個決心啊 好啦,所以呢,依然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卡片戴亞的一個專屬腰帶開箱 如果喜歡的情報在VICE,我們下期見,掰掰